工业生产过程当中 水 电这些都是必备的 缺一不可 没想到台商密集聚集点 中国珠江三角 来请看 书方姐请上来咯 这是我们画出来这个area范围 很多台商都是在这个地方设立据点的 书方姐影响冲击 您刚说没有想象到那么严重 很多是上市会公司 对 因为这个如果是在发生以前 会很严重 但是因为在中美贸易大战开打之后 我们的台商纷纷靶场 迁回台湾的迁回台湾 迁到别的国家 迁到别的国家 所以它影响并没有那么的大 我们来看看在这个珠三角经济区 在台湾有上市贵的公司有哪些 譬如说乃亚塑胶 请问台塑集团只有在那边吗 越南有没有 各个国家都有 美国也有 那技嘉在台湾本身也有 那光宝集团也是台湾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 我个人认为它的影响 并不像之前这么的一个大 因为如果这边出状况 产能出不来 其他的厂 台湾的厂 美国的厂 他股的这个厂房 就可以补产能上去了 对 所以随时可以移动 而且现在里面 因为这些刚刚谈到 都是一些电子大厂 其实在第二季本来就是淡季 它的产能可以随时调配 好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在整个这种过程 为什么珠三角在这一次 会有限电的措施 大家觉得好像很严重 可是我们看了一下 他每一年几乎都有 因为现在是夏天 我们台湾也是暑假的时候 用电比较贵 那所以在往年 本来六月到九月 用电的高峰 他就会实施限电 只是这一次提的 比较早一点点 他就要你错过高峰的期间 用电的高峰 然后一直到九月 如果你不听 我就以后会给你处罚 轮流限电 然后大家都有电可以用 对 因为电的产生 他有很多嘛 用煤能不能去烧 也可以嘛 所以各方面的因素之下 煤在这种过程中 也开始上涨 所以它的成本也开始变高 所以它的供电 本来就会吃紧 比如说你用同样的钱 你去买煤 你去买什么都变少了 当然你的用电成本变高 你的吃电就会比较吃紧 那工业用户他就规定你 周休两日 我说影响不大 我们台湾本来就周休两日 他们现在是还开始要规定 你周休两日 高峰期是九点到十二点 两点到五点 六点到九点 你就停止你工业用生产的一个用电 只能民生用电 生产线美台变压电 不能够超过 你要跟我申请一个你用电量 那你超过你申请的电量百分之十 我就处罚 罚钱或是罚各方面 那在那边我刚才讲 总共的台商是两千一百四十四家 但是超过一千万 所以我说没有很严重的原因 超过一千万美元以上 就一百家 不多 所以这个时间让台商怎么应应呢 我可不可以自备发电机 可以啊 那另外一部分 我能不能够接到单 我那个广州珠三角 我做不了 我丢到别的国家去做 可不可以 也可以嘛 那另外一部分 你在这边不准我停止生产用电 那中间有没有空打 有啊 我就把班调过去就好了 就到其他的一个 不是用电高峰期 裡面去做轮班 所以照你的研判 珠三角这些的台商 说实在政策一规定 山不转路转 产能影响不大 业绩冲击也不多就对了 目前看起来是影响不大 好 感谢淑方姐 非常谢谢您了 幸好有她解说 不然我还盯着看 珠三角的限电 到底台商业绩会不会掉很大 她说还不至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真的很大 什么大 通膨压力大的不得了 在这我要说一下 国际媒体有一份评论报告 她说呢 其实通膨压力 尤其是美国 为什么如此之重的通膨 某种程度 一半以上的理由 要归咎在人为因素 这个就是美国财长 桑莫斯的话中话 她说拜登预算案 再次提出了六兆美元 恐怕让美国经济过热 这不是人为通膨的暗示 又是什么呢 基层大哥来请上来 而且他都讲了 拜登总统的做法也做了 但卡斯科说 现在糟糕了 如果阶级过热 那么通膨压力 只会雪上加霜了 好 这都警告了 多重通膨压力 一 上游原物料既缺又涨价 二 运费贵得不得了 三 人力找不到 所以请人要更贵 四 进口关税 也是个成本增加的理由 所以通膨有四股压力 解读 在这个上游原材料的 包含面粉 面巴当然就涨了 然后玉米 大豆 这饰料涨了 饰料涨了 鸡肉就涨了 所以他们鸡肉 他们不是有卖 这个四块九毛九了 所以要涨价 涨成六块九毛九了 对啊 对啊 那涨四块九毛九 涨到六块九毛九 涨了将近四十几% 你现在抱的是鸡肉 那个鸡腿 鸡腿 鸡腿的价格是吗 对 鸡腿的价格 他们不是有炸好鸡腿的价格吗 所以你平常很喜欢吃鸡腿 我还听不懂那个价格 鸡腿价 真的 你看鸡吃的饲料大涨 卖给你的鸡蛋就变更贵了 所以鸡排天啊 搞不好又一个鸡排要一百块了 现在已经都快八十块了 OK 接着 再来的部分就是运费暴涨 这个大家都已经全世界都知道 那运费暴涨的时候 你进口什么东西都涨 因为运价的关系 所以建材也涨 钢铁也涨 水泥也涨 塑胶也涨 然后纸箱也涨 通通是涨 你知道为什么运费涨 这些也会涨 因为我要基础建设 这些所有的很多都要跟国外进口买 比如说中国大陆 他是全世界第一大的原物料进口大国 再跟国外买 运费又这么贵 当然建材本来一根木材 一百现在变成一百五了 也许就这样 是 好 再来 那人一短缺的时候 我们刚刚有讲说有纾困的关系 所以说所有的费用也增加 而且还有确诊也不能出来工作 所以供给的人数就少了 本来就是会需求增加的话 就会涨起来 再来进口关税 这本来就是民生必须 包含家电 刚刚讲到NB 电视 所有这些 所有服饰通通是涨了 像服饰他们就认为说涨了三到八个人 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为什么要通膨 我们用一个图很简单来解释一下 这个当疫情发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经济衰退 那消费也衰退 就在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你看经济往下 大家不买东西 消费者物价指数 CPA又闪掉 所以这个是最糟糕的第一阶段 对 第一阶段 就疫情发生的时候 再来是不是开始有这个QE 先QE再纾困嘛 QE的时候就钱就出来了 所以经济就好起来了 但是消费还没有起来 大家还是还在怕 因为疫苗没有出来 对 这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钱先撒出来再说 这个是在QE的时候 再来这里就纾困了 纾困了以后 这个经济也慢慢复苏起来了 然后大家也拿钱 有钱出去花了 这个地方就开始造成 有一点所谓的通膨的现象 就是在这个地方就纾困了 好 提醒您这是三楼 如果金城大哥照这么推论听好 我发现到美国现在就是GDP起来 比小岸当中来得更快的复苏 通膨压力更明显 通膨已经超过了央行的警戒线2%了 所以现在美国经济是不是来到第三阶段 第三个阶段 所以是第三个阶段 有点过热之下 有点过热 所以准备大家在怕什么 升息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QE 它两个其实是对应的 QE在这里 QE是它的对角 对角现在这里就升息 升息就完蛋了 升息的GDP就会掉下来 但是那个时候的消费 还已经习惯 还是在那里 这个叫做经济停滞 但通过膨胀压力大 停滞性的通膨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一个循環 那升息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第四阶段 请问一下第四阶段 收资金降QE 升息 以您的研判 大概会什么时候发生 今年我认为应该还不会 它只是说要缩表而已 今年不会升息 缩表所指的就是降QE 这我印出来的钞票 买了债 买债的规模递减 债到期不要再买了 这叫做减QE 所以提醒您现在是美国经济过热 第三阶段 的三 然后要怕四 对 清掉之后 但不用怕的是通膨概念股烧起来了 通膨概念股烧起来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山那个地方 是最好赚 其实今年我们国际股市 通膨概念股是最受惠的 那没开销 我就一个一个来讲 从原油 原油我们在台湾来讲 其实二线说话没办法反应 那个原油的上涨 比较不会 绝大部分都不能 所以我把它放在这个台塑化 台塑化你看 今天的台塑化的股价已经快要突过它上面的高点 今天收在今天的最高点 106块 那再来这个是货柜 长龙 我把长龙放在这里 原因是因为 它的运力是在我们航运股里面 今年增加74条 到明年第一季增加74条新船 所以它会从第 排名第七到第五 所以这个礼拜其实航运股涨它是比较凶的 那这个5月这个操作的买点就是5月11号以前的这个高点 前高 它过前高了嘛 回来 回车回来 再来 钢铁股跟铜它其实是并在一起的 那钢铁股的部分就基建 基建的关系 那铜的部分基本上来讲是在 这个电动车 电动车的需求 一台电动车要80几公斤的铜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 它两个都是同样的点 大概在十日线以后是可以买的 今天尾盘中钢都已经拉起来 还有玻璃纸类跟衣服这三类 玻璃的台玻 纸类的滑纸 滑纸因为还有碳中和的双重的体材 这两个都是月线来买 再来衣服的吉盛 吉盛的第一季跟四月份的财报都还不错 那这十日线来买 好我们很快从台数化来看过 K扫一下 来台数化 台数化的部分你看 它今天收在最高点 跳空大涨 对 真的收最高 你看开最低收最高 我们看到的那个6505的分好不好 它今天怎么气势这么强 开这边收这边 所以 原油的部分它比较能反映出来 其他二线的反映不出来 没错台数化就是加油站 台数加油站卖的油就是它卖出来的 对 是的 那画一下 画一下这个底部打起来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点量 所以在这个109块这个地方 会做一下震荡 那如果强 它还有可能会突破上去 有机会越过 对 有机会越过 长榮 长榮部分我们看一下 长榮它过高 这个地方的高点 这个地方 对 以这个地方 回撤回来 这个地方当做重要的买点 9块左右 对 不要再追上去了 好 它今天是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 OK 但是不追 对 不追 中刚 中刚呢 中刚 我们看一下 中刚它把底部打起来了 中刚这个礼拜 其实涨的是钢筋的股票 不是涨钢铁的中刚的股票 涨钢筋像威智 这些钢筋的股票 因为价差比较多 但是它今天把底部打起来 还蛮漂亮的 所以它就有机会再往45块这个地方来做靠近 但是来到45块就不能再追了 跟您报告 中刚现在是所有均线才在脚底下 对 月线都跳上去了 一同呢 一同 这是比较投机的一个指标 因为它财报没有那么量 第一季才赚0.3 所以但是它股价是这样 它卷值比超过五成 所以它有点嘎空的代表 所以它股价量价结构也没有失控 所以关键的部分就不要再 在前面不要去追它 但是这个地方也不要去放空 这边担心会有压力 会有压力 所以不追 应该都留长长的涨上去 卖下来的上影线了 再来台坡 台坡的部分它也是这样 它还把底部 它其实台坡跟中刚的味道今天有点像 你看它是今天才突破上去 它比它还多一根红 但是它在这个地方还没有补量上去 所以它还有机会来到高点来做补量 所以这个可以注意 滑指呢 滑指的部分你看 滑指的走势上来讲 它一样 这个就是打一个底部上来 那均线这几个都是均线纠结在底下 均线纠麻花 而且出现了周月周季的 还不到季了 十日线跟周线跟月线之间的黄金交叉 最后一个来 最后一个就是急剩 急剩的股价 其实从一月份以来 它涨的幅度还非常大的 涨了将近一倍的量 那因为它的获利还是蛮好的 那第一季就赚了七毛多 这个部分可以注意一下 而且提醒您 金人大哥问一下 收令三角型末端 如果整理整理应该有机会 这种表态 对你看 量 增量就可以表态 好 感谢金人大哥 非常谢谢您了 汤棚概念股放在我心中 也放几天了 追到了Costco 不是只有到那儿买东西 连他都会警告 他是美国公司 如果疫情趋缓之后 你下次到基隆去逛一逛 现在不要 到基隆去看一下那个港口 Costco 我们国内买的 Costco自己的船 把美国那边的东西 运到台湾 分到Costco这些的分店 总之 通膨相关概念股掌握过 现在压力是越来越大 进广告 回到这样之后 会不会也是跟通膨有关系呢 不然央行为什么会说 国内外四大风险 请我们一定要小心 否则台湾的金融 经济恐怕会不稳 这份报告太重要 让其展告诉你 我可以116头就会不会想到 广告太强 为了很快 我一会儿 我可以再次准备 这份报告太强 我可以再次准备 我可以再次准备 我可以再次准备